老爷们今天晚上上夜班 我心思整点啥吃的呢 这不挺长时间没吃油饼了吗 用开水烫了一半面 凉水和一半面 揉成小剂子 醒半个小时 烙出来的饼又筋斗又软和 前几天有个老妹问我 波儿姐 土豆丝你是咋炒的呀 它炒那么好呢 今天我特意炒了个土豆丝 让老妹看看 炒这玩意儿贼拉简单 切好的土豆丝多洗几遍 把淀粉涂干净 葱花爆个锅 扒拉扒拉放点水三香 金盐面 要出锅的时候呢 放点葱萝卜色的辣椒色的味精 愿意吃软和的 多炒一下活 跟我一样愿意吃硬生的呢 大伙扒拉两下就行了 炒了点黄瓜生 放点蒜末小辣椒香菜段 用大酱拌个小凉菜 咱用这个韩式小电锅 整个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小白锅是陶石不沾锅材质的 升级版的呢还带个小蒸替 炒菜炖菜熬汤烙小饼都行 用的不仅方便 颜值还挺高达上 两三口儿用还真挺好 小锅开锅还快 不大一会儿西红柿鸡蛋汤好了 我正往处炖汤呢 初儿哥哥的玻璃啊 跟我俩干杯呢 屋里边一做饭可热了 今天俺们三口儿夹到边吃的 初儿哥还问我烙了几张饼呢 够不够吃 我说烙十张够你吃了 你瞅瞅这个人哈 还让我把鸡蛋汤倒拌黄瓜菜的大酱汤里 我说这玩意能好喝吗 人家说大酱汤加鸡蛋汤有滋味 咸个汁的可好喝了 你们说说这不是瞎吃吗 吃完饭我和初儿哥来小园了 其实摘点黄瓜 发了半天我也没摘着 初儿哥从里边摘两个大黄瓜 告诉我这个黄瓜羊竹根上结个又厨又大的 让我留籽明年细苗用 真别说俺家今年买的这个黄瓜羊 结的黄瓜老好吃了 初儿哥说了 这是你系的黄瓜羊长出来的黄瓜 全是外瓜裂长 我说这不也有子溜的吗 顶花带刺长得多好啊 摘了一小块黄瓜 俺俩又摘了点小辣椒 这个小辣椒才辣呢 一边摘还一边让我看呢 他摘的小辣椒长得多大多好 我说摘的差不多够吃得了 天都快黑了 咱俩赶紧回家吧 小圆里的蚊子呀 都摇我好几个大包了 哎呦的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